再來看到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10奈米製程 才在2016年第四季進入量產 今年第一季已經領先三星等對手 正式展開7奈米試產 媒體報導 7奈米試頭片情況十分順利 包括賽林斯、輝達都採用之外 手機晶片大廠高通也傳出 將在7奈米重回台積電頭片